整理完行李了 我的房間 剛才是亂到一個不行 行李 哈囉大家好,我現在要整理我的行李 因為我要出國了 所以我要來整理我的行李啦 這就是我的行李箱 29吋的,然後青綠色的,草綠色的 然後上面貼滿了各種的貼紙 我收集的貼紙 這樣子的話就是在拿行李的時候 比較容易認出來 比較不容易被拿錯 我出國的話會把我需要的東西 都分成一欄一欄的 像這個的話就是 三式用品嘛 腳架 腳架 還有一些 轉接頭啊 等等的 然後這一盒裡面的話 就是一些 袋子 然後另外這裡的話 就是雨衣啊 一些雜物口罩 然後還有什麼呢 暖暖包 然後 再來 過來這邊的話 就是一些 袋子 然後夾燕袋啊 很好用 然後一些小袋子可以裝一些 收納一些東西的 然後到最後這裡的話 就是緊著一定要帶的 然後這裡 這個就是我的隨身包 這是放護罩的 然後是我的登記包 就這樣 然後 再來我要分享一下我 隨身行李會帶什麼東西 就是這次的隨身行李 會帶什麼東西 基本上有些東西會固定的 可是有些就是會依照國家或什麼 情況下我會增加或減少 基本上就是會有一個 這個登山包 然後在下面的話 我就塞一雙拖鞋 對 因為 以防萬一嘛 再來就畫 就是攝影器材 我的三角腳架 八爪章魚腳架 跟我的GoPro 被我摔得很爛的一個GoPro 然後 再來就是 這個 電風扇 因為 泰國很熱 所以我就 只是 帶了一個隨身電風扇 再來就是 一樣會有的太陽眼鏡 跟 這個 秤行李的 一個秤重的 就是我 只是就是會帶著 然後提醒自己 不要買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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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的話 這個 黑色袋子 我會裝一些 就是 記憶卡 然後腳架的東西 跟 電池 像這種電池就是不能放 拖運行李 再來 九話 這一包 就是 一個大雜燴的概念 裡面有什麼 牙膏牙刷 牙線棒 面術力達姆 護手霜 無為無為的 都會在這一包裡面 再來的話就是 這個 耳機 嚴長線 我覺得它還蠻方便的 就是收起來的話 就是 這麼小一個 然後它上面就有 一個插座 四個USB孔 很方便 出國一定要帶的 是 是這 是這 我一定會帶 再來的話就是這盒 耳機 最後的話就是 一條長褲 接下來的話就是 我這個小包包 它真的很小 但我是會把它 飛在之前面 然後裡面就放 我的護照 跟錢包 還有一支筆 就這樣子 最後的話就是 一樣 緊整 我也會帶上飛機 這很舒服 整理完 行李了 我的房間 剛才是 亂到一個布袭 行李 喔對了我還會帶我的小被子 當然 一定要會帶的 一件小被子 好啦我的行李 差不多整理完了 掰掰